Hello guys, I'm Duran 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打结 那么 这个一直都是这个刚入临床的小白啊 这个经常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打结呢 总是打错或者是打得不熟练 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讲一讲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应该怎么样去打结 我们还是以出现或者是携带 然后去做示范 那么缝合的时候呢 我们再用这个丝线去做 那么结类的方法呢 一般有这样几个 一个是单结、方结 还有三重结啊 还有外科结、假结、华结 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眼 单结呢就是外科结扣的一个基本组成布 就是这块 他只打了一下 那么他一般都是暂时的一个阻断 比如说胆囊进行切服的时候 暂时阻断这个胆囊管啊 避免这个结石啊 这个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临时做一下 那永久结扎的时候是不能用这个单独使用单结的 那么方结呢 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结扣了 它是由方向两 方向反的两个结构成的 那么一般是用于较小的组织啊 或者较小的血管 还有各种风格的结扎 那么 呃 一般 他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 比较重要事项的 第一个就是两 两个手都得用力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用力点和结扎点呢 要是在一条线上 如果他这个有一定的夹角的话呢 他会形成一个切割 你这样两个手用力 然后切割下去呢 容易就容易把线直接给剪断了啊 那么就是直接就相当于结扎线就折断了 那么 这个打方结呢 一般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个单手打结法 一个是双手打结法 就这种张力结 还有呢 就是器械打结法 我先说一下啊 就是这个 呃 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吧 我们来先看一下视频 来练习一下打结 打结呢 分为这个 双手打结法 和单手打结法 那么无论单手还是双手的 他都遵循一个规律 就是这个线不交叉的时候 手是要需要交叉的 呃 手 呃 线 交叉了手就不用交叉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两根线呢 是不是现在没有交叉呀 没有交叉 打结之后 需要交叉一下手 啊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怎么做 那么单手打结法呢 主要分为这个左手和右手 单手打结法 我们先看左手的打结法怎么打啊 就是先用这三个手指呢 压住这块这根线 然后翻过来 用这根线呢 压住这块 用中指啊 挑过来 啊 因为我们这个用的 这道具比较长 啊 这么拉伸 那么第一个结就打完了 第一个结打完之后呢 这是你看我们的手是交叉的 而且呢 是你刚才勾手这个 勾手就打结的这个手 是在上面的 看到了吗 勾手打结的手在上面 然后我们走下一个 走下一个是我们翻过来之后啊 这个线是不是就交叉了 交叉之后呢 手就不用交叉了 我们我们用这个食指啊 勾过来 然后把它挑过来 挑完之后 直接打过去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方结 这个是不是我们手就没有交叉呀 这个呢 就是左手打结法 那么 右手打结法呢 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是类似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第一个结呢 第一个结我们还是 用这个三手指压住 这个线压住 然后勾过来 是不是需要交叉 因为我们刚才是没交叉呀 是不是打结的时候在上面啊 去交叉一下 然后过去 看就交叉了 然后打第二个结的时候 我们顺时下来 顺时下来 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勾一下 挑过来 是不是这时候 现在刚开始交叉的 我们刚才看一看 现在是不是交叉了 刚才 你看 现在是交叉了 交叉之后 然后挑过来 然后直接打过去 那么这就是一个方结 这就是一个方结 那么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看 那都是先掏一下 然后再勾一下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 比如说 第一个结呢 我还是这么打 我还是这么打 然后是不是要交叉呀 交叉完之后 然后我用这一只手 我再打 这样的也是一个方结 也是一个方结 一样的 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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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在交叉的时候啊 这个手的幅度还是很大的 你需要把手啊 你可以打过去 这样是 还是比较舒服 这样就感觉 空间收线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角度啊 稍微改一改 比如说这样掏过来吧 掏过来啊 我们正常应该是 这样打过去 但是我们可以啊 往上或者往前 根据情况啊 根据情况 呃 往上或者往前 90度 之内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90度之内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过来 一旦过来 你看这个结就反了 你再打这样一结就不对了 那么你就是这个角度 到这个角度都是可以的 啊 然后你再打第二结 那么它依然是一个方形 看到了单手打结法啊 它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呃 首先呢 就是线交叉 不交叉的这个问题啊 手交不交叉的问题 还有就是手交叉 哪一个在上 一定是打结的那个手是在上的 交叉在上的 然后再一点呢 就是这两这个打结的线呢 一定是均匀的手里的 然后这个三点呢 一定要成一条直线 不要成夹角 那么除了这种方法呢 我们还有双手打结法 双手打结法呢 它主要用在这个 呃 张力比较大的地方 那么它的送线 呃 它的这个交叉的手呢 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送线的那个 呃 手是交叉的 我们一看一下 什么叫送线 一会我们看也就知道了 呃 那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视频 它在双手打结法 我觉得这张力比较大的地方 那么首先呢 把这三手指头夹住它 然后呢 用大拇手指头勾住这儿 勾住这儿 刚开始这个线都是松弛的 不用使劲 然后把这个线呢 压在大拇手指头 然后勾过来 然后 夹过去 这个时候 就要有张力了 但是有张力是有张力 但是这个时候 食指要放松 然后大拇手就勾过来 然后这个线呢 压下去 然后顺势 再来 把这个线夹过去 那么我们知道 这时候线就 手就不用交叉了 然后打紧就可以了 那么一直都保持着 就是从打完第一个截之后 到后面 这个线一直都两线 都保持张力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双手打结法 这个哪一个 这个交叉的时候 哪一个手是在上的 我们再看一眼 就是这个手把线 搭在了这个拇指上 所以 就是右手把线搭在了 左手的拇指上 所以右手是在上 这是双手打结法的交叉的方法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线都是松弛的 不用使劲 然后把这个线呢 压在大拇指头 然后勾过来 然后 这个时候 就要有张力了 但是有张力 是有张力 但是这个时候 食指要放松 然后大拇指就勾过来 然后这个线呢 压下去 然后顺势 下来 把这个线夹过去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线就 手就不用交叉了 然后 打紧就可以了 那么一直都保持着 就是从打完第一个截之后 到后面 这个线一直 两个线 都保持张力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双手打结法 它主要就是用在 这个张力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 它打完第一个截之后 一直有张力 这个这块 它就不容易冲脱了 就是这样的 单手打结法 双手打结法 打这个方结 那么我们再看一眼 这个用器械 怎么去打这个方结 因为方结是 我们外科中最重要的结 我们看一下 方结用这个器械是怎么打 看一下器械打结 那么什么时候器械打结呢 就是这个 一方面的这个线头啊 比较短 那你这样 双手打没法打了 这个太短了 还有一个种呢 就是比如说空间比较狭小 你这个手啊 没办法在里头去操作 你就可以用器械打结去做 怎么去做呢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首先呢 你这个持针器呢 放在这两个线的中间 第一个截呢 我们都是用右手打了 用力手 第一个截呢 我们用这个线绕一下这个钳子 然后呢 去拽这个线头 一定要拽线头 不要拽这块 拽线头直接就拽出来了 你要拽这块呢 你可能这个线就当出来了 就当到这块挡住了 就没法过来 一定要拽线头 拽线头 拽线头直接往下拉 来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证据哈 打完这个之后 然后我们刚才是这个 这个钱呢 绕着线 现在呢 我们线绕钱 从这个线的下面去拽 这个这边的线头 然后往上拽 那么打的就是一个方箭了 一定要这个两只手都用力 不能一只手 一只手用力又变成滑箭了 那么这就是器械打击 这个应该是这个 打这个器械打击的时候 第一个是前压线 不是前绕线 前压着线 然后绕一圈去夹那线头 然后第二个节的时候 是线压着前 然后去拽那个线头 然后往下拽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方箭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三重节 或者多重节 它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在打完方箭之后啊 再打一个单节 那么就是为了让这个扣更牢固 我们之前学过缝线的时候 知道就是说如果是长线呢 或者是我们说化学 化学合成线的 就是单骨线的啊 比如普里林那这样的线啊 都单骨的很顺滑 你只打个方节啊 很容易就妥 一般都是四到六个节去打 才能打湿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皮肤的风格 就不要打那么多节了啊 就是正常就是打两个节啊 最多打三个节就够了 因为你打太多 那个线节啊 就会对那个皮肤啊 造成就是这个损伤还是有的 我们下面再看外科节 那么外科节呢 比较少用 它主要是增加摩擦力 第二节呢 不易滑脱 但是很费时 仅在那个加拿大学馆的时候 才能用 我们看一下视频 外科节啊 外科节呢 是这样子 我们是正常呢 是这样掏过来的 但是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啊 同时要把这个线呢 也掏一下 就导致两个节呢 同时打 同时打的时候呢 但是要记住啊 就是说 它一样的 也需要这个 手交叉的 手交叉打过去 那么第一节打完了 第一打完之后呢 我们打第二个节 在第二节的时候 这样顺势打一下 往这边打 就OK了 这个就是外科节啊 这就是外科节 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 但是后面呢 这个假节呢 就是不能使用的 因为它是打了一个 打了两个单节 但是同一方向 这种节大呢 很容易就滑脱 我们看一眼 什么是假节呢 就是 这一定不要用的啊 这是一定错 我就是说白了 就是我打完第一个节之后 打过去之后 然后又打这一个节啊 方向相同的节 这种节呢 它是容易滑脱的 所以大家已经不要打啊 当然它得第一个节 打完之后 还得松手 然后就重新 再拽这个线啊 这个是不对的啊 下面一种呢 就是滑节 它也不是一个正规节啊 它一般都是因为 这个两个线的受力不均匀 看上了 我们看下视频 正规节 但是在临床呢 还有定用途 比如说啊 我们 打一个正节啊 但是呢 如果打完正节之后 中间漏缝了 没有打实 没打实 那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这时候 再打一个正节 那就固定在这儿了 中间就可能漏缝了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掏过来之后啊 正常打就是一个 这个正节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根线不动 用另一根线往前打 用另一根线往前推 推推推推 我们看到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滑节 那么滑节呢 还可以往前推 哎 这就收紧了 那收紧之后 我们再打一个正节 那这个就到指定位置了 我们就可以打正节了 然后 那不行 我们再打一个 对吧 后面就肯定是放节了 那么这样就是 中间就不漏缝了 我们就固定死了 那么滑节的作用就是 可以把这个 这个节的松紧呢 你自己可以控制 这个主要是滑节的一个作用 或者是第一个节没有打死 那么漏缝 有一个张力了 或者漏缝 你就可以用滑节推过去 然后再打正去 就可以了 看了一些常见的一些打节方法 还有一些节扣的类型 那么我们看一看 在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深步打节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他呢 主要是因为你的深步 你双手无法同时靠近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用一只手 拉住一个线 另一只手呢 在深处 那么反向 距离这个节点很近的地方 反向去拉紧这个线 然后再打第二个节 但是遇到一些张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可以协助助手 用那个五尺的镊子 去夹一下那夹扣 然后去打这个节 我们看一看视频 整体来说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你没办法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进行操作 只能一只手 距离节点很近的地方 反向拉紧 下面呢 就是节扎血管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 我们看一眼 就是先用这个节扎之后啊 这个血管钳啊 先抬起来 让这个线绕过去 绕之后先打第一个节 打完第一个节之后 然后呢 这个助手就松开这个血管钳 同时 然后再将节再扎紧 然后再打第二个节 那么形成方节 然后再剪断 整体来说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 打节的这些方法啊 包括了一些节的类型 还有哪些节是可以打的 哪些节呢 是最正规的 哪些节呢 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 哪些节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还有一些打节的一些 误区啊 还有就是这个节手 这个两端的用力一定是一致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不一致啊 就会滑脱变成滑节了 那么打节的内容呢 就基本上这样 仅仅看是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看完之后呢 去操作 我建议呢 也是先凸线开始 然后你先去打 每一种节呢 打一百个 竖着打 然后横着也打 看着这个杆啊 是竖着 你就去打 横着的杆 你也去打 每个节呢 正规的节 打一次 然后就给它写下来 然后再重新打 让它形成一个记忆 然后继续存在这个小脑里头 把动作直接存下来 就不用去思考了 什么线交比较差的事情啊 就到时候看着这个 就直接手就直接就会去做去了 而不是去思考 而前期肯定得去思考 打的多了 慢慢的就好了 那么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呢 能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反复进行练习 这是最重要的 嗯 那么今天到这了 get thought